你們知道五月天嗎 知道了 今天是不唱一姐妹的喔 一姐妹 歐離學中 志祺 哈囉 你們知道五月天嗎 知道了 不熟 今天你們兩位是自己來嗎 對 沒錯 那怎麼這麼想不開來看五月天演唱會 今天是不唱一姐妹的喔 請兒買票給我們看 然後爸爸就說那個蹦蹦蹦 我怎麼會想要聽 那個蹦蹦蹦我聽不懂 聽到現在目前感覺怎麼樣 很棒 很棒 就是蹦蹦蹦其實也滿好的 對 那為你們帶來這個一首一姐妹 你真的會嗎 你一間還沒 歐離學中 自清 漂亮 心前 喔 這個爸爸超開心的喔 欸 他們終於復活了 對對對 喔 超開心的 欸 接下來是蹦蹦蹦的一姐妹 來 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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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離學中 愛我所 不願意會 欸 好了 3月29號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 就跟今天的你一樣 我比你還緊張 我比你還緊張 今天也是你第一次上台 對嗎 對 你會不會緊張 緊張 緊張點頭 不緊張搖頭 緊張 緊張嗎 你知道嗎 二十五年前 一九九七年 三月二十五年 三月二十九號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 就跟今天的你一樣 我比你還緊張 知道嗎 今天也是你第一次上台 對嗎 對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的話 你會慢慢習慣這種感覺 說不定你還會上癮 喜歡音樂的這種癮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有一句俗話說 像是老的辣 不對 講錯 因為有一句俗話說 學音樂的孩子 不會怎麼樣 不會變壞 學音樂的孩子怎麼樣 會變壞 會變壞 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就跟現在的你一樣緊張 可是一次一次的 你看到越來越多人 他們都為你拍手 為你鼓勵 就像今天一樣 慢慢的 你就不緊張了 你聽到大家幫你拍攝了嗎 你開心嗎 開心的話點頭 不開心的話也點頭 你開心嗎 開心 希望你這一輩子 也許你不會像五月天一樣 悟入歧途跑去學音樂 我跟你講 我希望你的這一生 就像吃了無敵星星一樣 經過了這個晚上之後 你會變得什麼都不怕 遇到困難 遇到小烏龜 遇到砲斷 遇到庫巴大魔王 你這個小小的超級馬力 就把他們一把撞開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一起把這首歌唱完好嗎 好 我和你都跟我們 好 要再唱這首相忘的 這一生自願自願自願 平安快樂 誰說這樣 不會答他 啊 都跟你說的放手 不要再做 都跟你說的放手 不要再做 其實五月天如果沒有在1997年 決定成團 在1998年冠佑加入 在199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的話 那五月天現在怎麼會站在這邊 看到你們嗎 也許我就是以Energy的身分 在這邊看到你們 那不是更爽嗎 等一下 你收囉 快點 我們現在看 來來來來 那個音樂放一下 都跟你說的放手 不要再做 都跟你說的放手 不要再做 都跟你說的放手 不要再做 好啦好啦開玩笑 我都想都想給 就比這高 瘋狂時間 那麼多孤 那麼多瘋狂 那麼多瘋狂的想陪 我好想好想陪 像你整個瘋狂的世界 如果是你 發現了我 也別想我挽回 我們是 歡迎大家來到 那五月天 回到那一天 要回到那一天 是不是要有時光機 在2023年的今天 時光機已經發明了 眼見為屏嘛 這是我們的時光機 你是說這個大球還是那些小球 大球是時光機 小球是輔助裝置 輔助 就像你也有輔助裝置一樣 欸 哪兩個 哪兩個 我可以看你的輔助裝置嗎 我可以看嗎 大家想看嗎 我可以把輔助裝置給剪下來嗎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 大家不要這樣 請冷靜一點 他的魔法螢光棒已經綁定了 好啦 再看看